美国9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在当地时间6号出炉 可能对联准会下个月是否升息 带来决定性的参考 投资人谨慎以待 市场方面 美国日常用品上高乐视 猜测不佳股价重挫 拖累必须消费品累股大跌 同时间原油价格续跌 能源股走势疲弱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道成指数小跌9.98点 收33,119.57点 纳斯达克下挫16.18点 收13,219.83点 标普500为跌5.56点 收4,258.19点 非办指数下滑17.94点 收3,406.98点 欧洲股市方面 投资人持续评估 央行高利率政策带来的风险 和对未来经济可能的冲击 欧洲三大股市走势分歧 英国股市上涨39.09点 收7,451.54点 德国股市下跌29.70点 收15,070.22点 法国股市为涨1.52点 收6,998.25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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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